他們是遇到一些很煩的客戶 他就直接說一遇老烏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師 我們上次講到效應多時 對 那我們就想說是不是還有更多那種 硬跟時尚的組合 對 今天我們大補開 這些在我們的八字系統班的第三課 有關於硬跟時尚的組合 還有非常多種 然後裡面就有好幾十個案例 或是傷官見官就有很多案例 好吧 那分享一下 對 所以說 不要看到硬跟時尚共在一起 你就會認為他叫效應多時 你說一般人他們就是 硬跟時尚 欸 這兩個可能就是這樣 對 他們一看到硬跟時尚共在一起 他們就會問他叫效應多時 或者硬跟傷官共在一起 他們就說那叫 不是只是這樣看而已 對 上一集我們講到的效應多時 是因為時尚為息 然後所以硬把時尚給奪掉了 對 然後這時候就要效應多時 因為那時候時尚是右神 對 但是萬一時尚為季神怎麼辦呢 那時候硬去把時尚吃掉 就是好的 對 所以說我們下面講這個例子 他叫做傷官配印 傷官配印 對 上次傷官配印的不就是那個 一萬富翁啊 對 那個一萬富翁 對 所以說那個 傷官跟印都是聰明材質喔 是 所以上次那位傷官配印的 他能夠靠著他的聰明材質 變成一萬富翁 是 是 他對於比特幣啊什麼 研究非常深 而且你知道嗎 他讓我很佩服一點 男生都這樣 我跟你講他讓我很佩服一點 是他看書 他是一次買一箱 真的啊 對 他非常 他只要研究那個東西 他就開始買一大碟一箱的 難怪我買一兩本那是沒有用的 你是沒有用的 你這個差太多了 我現在知道了 我現在知道了 你多讀一點書就會出一萬富翁 原來如此這樣 對 我們下面這個例子 是 他也是一個靠著知識 買一箱書兩箱書的人嗎 他應該從初中高中就開始在研究占星術 好 所以他就有興趣 對 然後研究的 我去聽過他講課 真的還不錯 很多人都以為占星啊 你說講課 所以現在我們講的主人翁 就是上班陪你 對 他是一個占星老師 對 他在上海一位占星老師 對 好妙 一位小美女喔 看他那麼年輕 你會覺得 行嗎 他 我從他身上我才知道什麼 叫做真正的占星啊 因為一般你們都知道星座嘛 嗯 你就只知道說 星座就是 十二個星座 因為我們只知道 水膩什麼的 什麼樣的 對 然後我們是浪漫的雙魚座 我們什麼座 我天蠍座 絕對不准 他們一般講的都不准 對啦 那個都是一個非常粗略的分別 對太粗略了 一般都會覺得這個占星術是假的 蛤 很多人會覺得占星術是沒有用的東西 只是一個娛樂 事實上不是 張星術他還要計算 他有十二個公位 對 每個公位裡面有哪些星 這個星在這個公位是什麼意思 還有 那些星會有角度 這個星跟這個星的角度是多少 是 我相信 中國的風水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它是觀察天文出來的 對 我相信是這樣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八字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日主是庚金 然後它是在水的月份 它的三個水 力量非常非常的強 你看它只有三個水 對對對 但是因為它在冬天 所以這三個水的力量呢 佔了全局的50% 是 很可怕耶 一個五行佔了50% 那其他的五行只能分享剩下50% 所以這八字就顯然叫做 傷官過往 傷官過往怎麼辦 幸好它旁邊有物跟層 兩個圖 來壓制傷官 並且這個圖 可以來升幅我們的日主更金 所以這叫做傷官配音 也就是說 傷官本是一個非常發散的東西 它很聰明很有能力 但是當傷官過往的時候 行為會發散 因為太聰明 它什麼東西都想嘗試 什麼都想玩 這時候要有硬來壓制它 不行 你只能做這樣 把這樣做好 對 你可以想像喔 傷官就是小孩子 而且是個非常頑皮 想要整起來 非常聰明 它學躲避球也可以 學棒球也可以 學籃球也可以 什麼球都能打 都打得很厲害 球跟琴棋舒嬅 能不能捕就對了 對 但是每一樣 它都得不到第一名 其實它每一樣 可能也都有前三名喔 可能有 對不對 但是呢 它慢慢就跟它說 不行 你現在專心把棒球打好 於是它就成為棒球國手 就有可能會是這樣子啊 所以傷官配應的意思是用硬來矯正傷官的發散行為 是 我們看這位美女的八字 它八字中 基本上大部分就是土分水 也就是傷官更硬 傷官更硬都是聰明才智 只是硬是一種理論性去研究的東西 對 高層次的思想 對 柏拉圖的思想 研究所的學問 研究 對 那傷官是個非常接力氣 非常草莽的東西 是 所以說這兩個東西都有 它就能高能低 它也能夠研究學問 它也能夠把它落實到一般人聽得懂的東西 所以傷官配應性是一種非常好的格局 它心裡懂的東西很多 但是它知道怎麼樣用適當的方式來表達給你看 傷官是用表達能力 是 硬是一種思考能力 是 如果你光是傷官很旺 你只是會講 但是肚子沒東西 所以你要有硬 讓你的肚子有充分的學問 傷官跟硬都是聰明才智 所以這兩個都會發散 這兩個都是隨性的東西 因為硬是生我的 然後是主思想 然後傷官是我所做的事情 所以它是一個落地 所以它是一個落實 硬去輔助的傷官嘛 對不對 硬去壓制傷官 壓制 壓制 那這兩個東西都是隨性的 它們沒有一個目標性 它需要才來引導傷官的方向 是 簡單講就是說 你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簡易也賀啦 或者是 對 你是一個 浪漫多情啦 都有 對 你那個琴琦舒嬅都非常厲害 但是你就隱居在深山裡面 握住你一些 藥客的生活 所以財就是說 現在需要有賺錢的動力了 對 所以你就會把你的能力拿出來賺錢 這就是財的作用 它這發自有很妙的地方 就是它有這個財 就是那個銀 是銀 去引導它傷官的方向 所以它才會想要出來賺錢 才會想要出來教課 但是可惜啊 它財實在是太弱了啦 太弱啊 對啊 所以它那個賺錢要賺不賺的 我告訴你 愛賺不賺的就對了 對 我跟你講早期喔 它每次遇到一些很煩的客戶 因為你知道 商官配音都是很隨性的 很煩的客戶 它遇到很煩的客戶 它就直接說 唉唷我不想算了啦 掰掰 沒有它就直接說 你去找老吳 蛤 可是它是問詹欣欸 它就不管啊 我常常不想算 我覺得很煩啊 你就找老吳 它知道我比較有耐心 欸 老師我已經給你錢了耶 你怎麼可以不算 叫我去找別人 退錢 退錢 真的它是會這樣幹的 它會這樣 它不會感覺到說 它對客戶不好意思 或者是說 它不應該這個樣子做生意 你看它的大運 它大運 前面走新有 現在走更生 這兩個金的大運 都會去剋那個螢幕 是 所以它被剋掉了啊 所以它現在還在走那個金的運嗎 金的大運嗎 對 所以它根本不太乎錢啊 噢 它是不是有人幫他認錢 因為它有一個客戶的老公 這麼好 所以老師啊 商官配應這樣的好格局 它也會找到好老公 是嗎 所以說 是好的另一半 所以說我跟妳講 這種女生 太聰明的女生 其實不好搞 太聰明的女生 要找到好對象 其實也不是很容易 對 她要棋風敵手 對不對 跟她一定是level 我跟妳講啦 我就經常問商官很旺 或是硬很旺的女生 哈哈 你說妳在對象完全不挑對不對 那很簡單 樓下延長上班那個小王 妳就不能接受了嗎 對 所以她的老公 又是一個商官跟硬的組合 所以也叫商官配應囉 不是 我們下一集分解 OK 我們這一集就想要這一遍 謝謝大家來觀賞 歡迎有頻道會員請去關注我尊心喔 我發生課程有系統單跟實戰班 加起來兩百多個小期間多個案例 一定可以給各位帶來更好的學習體驗 謝謝各位 掰掰 掰掰 今天挑到也是上等貨 上等貨 這個絕對是上等貨啊 是喔 對